四周一 今天我要做肉末粉条 这是江西朋友老家的粉条 分一口把来煮 泡太多了 这一点就够了 下锅炒一下水 炒到变软就可以了 捞起来 放到冷水,浸泡一下 蒜头,1把葱,2个小米辣 把辣椒切圈 蒜头切水 把葱花切成葱花 准备一勺豆瓣酱 粉条浸泡的差不多了 起锅烧油 砂锅烧热,下一点油 把蒜蓉爆香 葱头 豆瓣酱 肉碎 炒香后,加一点生抽 加入一碗水 煮开后,把粉条放进去 像不像螺丝粉 天天这样煮,我吃了就会烫 所以想生产好,必须吃炒粥菜 把粉条煮熟就可以了 放入就会烫的 放入葱花 小米辣 小米辣 加煎了吗 一会儿煮得好吃